美国疫情迅速扩散也让民众是相当的忧心 为了让华人社区了解最新防疫措施以及政府的政策 加州55区众议员陈立德近期是攜手了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的代表 在华新总部举办说明会 向媒体和大众介绍新冠病毒在加州和洛杉矶县的最新疫情报告 以及宣导防疫措施 加州众议员陈立德在记者会上指出 在新冠病毒疫情下 许多中小企业面临挑战 包括生意量下降 防疫物资短缺等等 对此陈立德表示 州政府正在制定中小企业补贴方案 另外华新保险总裁张国兴表示 在疫情当下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影响 如果公司因此在营业额以及员工数量方面发生了变化 可以联系华新保险调整公司的商业保险节省开支 比方来讲原来有100个员工200个员工 可是因为现在仓库没有货了 或者是像餐厅里面现在被shut down了 你的存货因为已经卖掉了 或者进货进不来 所以你可能存货有500万1000万的 很可能现在存货只有几十万了 那怎么样能够即刻的反应到保险公司 能够帮你把这样子的cost能够降低 那当然了像健康保险的部分 那有的公司现在真的是在降低时间 从full time变成part time 那如果说这些人的保险健康保险应该怎么样安排 那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发展的时候 健康保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碰到任何的状况 立刻让我们做你的保险经济的专业经济人 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员工 然后以及让你的公司都能够在这个很困难的时候 能够共体时间共同难关 张国新还表示 疫情期间华星保险将关闭所有实体店 员工将通过电子邮件以及电话办公 他希望中小业主在疫情期间不要过分担心 也要相信加州政府疫情一定会过去 中天中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